群伐的圖案主要有龍鳳和吉祥的圖案 例如鴛鴦、雙喜寺、牡丹花、複鼠 我們都會常用在群伐 香港的群伐已經在1932年、1932年都有 但當時的群伐是一些生活服 不一定要受龍鳳、結婚才穿 後期三、四年發展到會受龍鳳在群伐 變成一個專門在結婚禮服場合才能用到的龍鳳伐 以很多其他地方的理解 是女服受了縫、女性化的圖案 男性受龍、嬰、代表性的圖案 其實我看到它在三、五年代的圖案 已經在一套群伐裡面 已經放了龍鳳在樹 這也是香港群伐的特色 所以有群伐的刺繡是用盤金 還有它有一種很特別的做法 就是立體的 這個立體的刺繡也是其他很多的刺繡技術 也都未必有 在香港群伐裡面 龍鳳的布局或整件衣的設計 其實都比較死板一些 和比較習回傳統的 主要都是中間一對龍鳳 中間花邊、花腳 九八年、九九年的時候 群伐真的小人穿了很多 主要是因為它的款式上沒有變化 在二千年之後亦是著手 在布料、線的顏色 還有材展方面 全部將它改良 迎合現在的新娘 比較喜歡的收腰 比較看上來有些身形的款式 在16年的時候 我們都加了一些水晶 令到這件衣服也是閃亮亮的 迎合身長穿 都覺得新潮或是時尚 因為我們做傳統掛 有很多東西是不能改的 改了就沒有傳統的味道 或者沒有傳承的文化味道 我們亦發展另一條線 就是我們叫做潮掛的東西 或者叫做時裝的系列 我們就可以應用我們盆金的技術 運用到的東西 都可以全部做在一些時裝 或者是一些另類的裙掛 我們將來的發展 亦都可以看得比較闊 除了我們傳統掛要保存它之外 亦都可以將這些 我們得到的技術 可以應用在其他地方 例如剛才我說一些比較新潮的掛 一些時裝的衣服 外套 其實現在我們都很想 研究或設計一些東西 直接用在時裝或生活上 好像平時我們一條腰帶 或者一個普通的蝴蝶劫 煲胎 或者其他領位 想多些人認識我們刺繡的技術 或者文化 然而看到這些小小的物品 那麼漂亮 然後再可以欣賞我們一件 整件做好了的一件大裙垮 因為HELLO KITTY的公仔元素 可能都是日本方面 所以看到我們後期有幾件衣服 都有很多日本元素 因為我們要做去推廣我們中國文化 所以我很肯定 和很固執地 一定要交我們中國文化 其實你要留意見到 每一套HELLO KITTY 都有龍鳳在 來看看 只有水 加熱 溫度 Drive 進 我們 走 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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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